先把那個這個 009這個 它統計什麼 前後三名工資 總和 那所謂前後三名意思就是這邊可能有不只 這邊員工裡面的那個工資 裡面你可以看到把這個檔案下載 點擊它 右上角有一個箭頭把它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的是 這邊總共有9位員工 9位員工我不是要全部加總 因為前面如果直接加總當然比較簡單 可是我如果我有特殊的條件 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希望 那個 總計的部分 是 這個工資裡面的 前 前三名 加起來 然後再加上後三名 假如後三名 加起來 然後把前三名跟後三名加起來之後的 這個加總總計應該是多少 OK 那當然如果說 你不知道用 其實用三名可以來完成 那可是三名符呢 你要怎麼樣剛好抓到那個 工資裡面 最高的 前三個 跟最低的前三個 OK 那如果當然你不用三名符的話呢 你可能頂多就是什麼 把工資排序一下 不過 如果我不用排序 假設我要用什麼 用三名符來做的話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完成 三名符 所以 這邊會需要用到的 上禮拜有提過的那個 數學函數 在數學 三角函數裡面的三米符 所以往下 找一下那個三米符 這邊一個三米符 第二個可能會用到的就是 因為我要找最大的 三個 跟最小的 三個 所以呢 會用到 第二個函數 最大的話呢 這邊會用到的是 在統計裡面 有一個這樣子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什麼 就是LARCH 所以你在那個LARCH裡面 我們L開頭 這邊有LARCH 不過LARCH 它這個地方會 跟你要 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什麼呢 你的ARRAY 就是你的範圍 第二個就是你的K K的話是 第幾大 那通常 假設你給它E的話 就是最大的 也就是工資裡面 最多那個 那 第二 第三 如果我要前三大的話 該怎麼做 那當然呢 我要前三 最 少的啦 後面三個的話 那當然 顧名思義 有LARCH之外 還有一個叫SMALL 所以你在統計裡面呢 往下找S開頭的話 會有一個叫SMALL 這個SMALL呢 跟LARCH 剛好 它的概念剛好相反 一個是抓那個 從大到小 一個是小到大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 剛好 假設我需要的結果是 前後 三名工資 也就是最高的三個 加上最低的三個 幫我加總起來 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用 函數 上個禮拜講的SMALL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稍微提示一下 會需要用到 三個 三個函數 三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 三 一個函數是 三米幅 一個函數是 用LARCH 然後再利用那個 SMALL OK 試試看 兩個部分來做 也就是前三跟後三 那最後把這前三 跟後三 加在一起 其實就是 他們工資之總和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可以先怎麼 插入那個 數學三角函數 裡面的三米幅 所以往下找 你找一下那個 三米幅 開頭 這個OK 那再來他會跟你要 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就是說呢 你要 根據 什麼 調 什麼 你要判斷範圍 就是你要判斷 什麼樣的範圍 那基本上 我們是要找 工資 前三的 最高的 前三個人 工資前三 所以基本上 我要找的是 範圍特別重要 不是找姓名 所以這裡應該是找工資 好所以你把工資的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條件 Crateria 是什麼 Crateria 指的就是 你要找的是什麼 最 大的 應該什麼 那個 錢 就是這裡 這個範圍裡面 那個薪水最高的那三個 薪水最高那三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因為我要比薪水裡 所以我可以用假裝的Ludge好了 如果這裡的話 我用Ludge 那你可以從這邊再 第二次使用函數你可以從前面這個下拉式 清單裡面 再去找 他會幫你把這個 這個公司第2次加 加到這個 你油標放的這個crateria裡面 所以 我再點一下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比如說 假如你怕 點下去 他會跳利用在失窗的話 不然你就直接打一下 直接打也可以Ludge 錢刮壺 他一樣他會問你說 第二個參數 不過這個Ludge 他變成說你在這邊就沒有提示了 所以 如果你怕 沒有提示 你做的話 容易做錯的話 那你可以講 油標放這邊 再點選 前面 特別不要 不要再插入那個 函數 如果你第2次使用函數的話 記得從前面 這個清單裡面 再去找到那個 統計裡面 那個Ludge 所以這邊的話你往下找Ludge 那Ludge的話呢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什麼問題呢 你告訴我要範圍 OK 那我範圍 這個公司 裡面幫我找什麼 找那個 K的話是第幾大 那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邏輯 就是 如果 條件 假如 他是 大於 等於 第幾大 第3大的話 大於 那這邊我輸入3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 找的是 第3的那個 就是 薪水排第3嘛 那第3的話呢 如果我要找 這個1、2的話 基本上就是 比什麼 比這個人的薪水還來得高的話 才會被找到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可以先去找Ludge 3 3的話指的是 這個薪水裡面排第3個那個 OK按確定 不過確定完之後的話 其實 這個公司還沒結束 我們可以再切回到 這個Sameif裡面 特別說 這個criteria 如果我要大於它的話 那特別說 你可以在前面再加一個 大於 因為呢 我 假設大於的話 只會找第1跟第2 可是呢第3找 就找不到 所以我加一個等於 也包含什麼 大於等於Ludge的話 那請你幫我什麼 幫我找出來 那找出來之後的話 最後要什麼 SameRange 那SameRange的話 基本上加總 特別你會把他移開之後 他會自動幫我加前後那個 前後這個雙引號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SameRange指的是什麼 你要加總的範圍 那特別需要 如果說你要加總的範圍 跟你判斷條件範圍 如果一樣的話 那SameRange可以省略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用再選 因為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一樣的話 那你這個 SameRange 可以不 不去做 但你可以再選 我印象中再選 好像 他結果 也會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 不過特別注意 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零 為什麼零 最重 最 大的問題是 因為如果說你 你把那個大於 等於 這個公式打完之後 他 請 記得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前面是 一個字串 後面是用公式產生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記得前面有那個我們曾經做過 如果你自串要跟公式串的話 記得要怎麼樣 先把前面這個文字先怎麼樣 先前後雙以後 先把它包起來 再利用什麼呢 AND AND是什麼呢 串接 後面這個公式 OK你不能直接打那個什麼 大於等於Large 因為如果大於等於Large 他不接受 OK這個是 這個是公式 所以你特別注意呢 如果你後面要再加上一個Large的話 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 再利用AND 串接符號 然後呢前後這個地方一定要加什麼 加那個雙以後 否則的話 你直接打 他 會不認得 他會把那個Large 當成是裡面的文字 而不會把它當公式 OK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同學 雖然理解了 但是 還是不習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之後的話 他會幫我統計出來 這個三個 最高的 那三個人 他會幫我統計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這三個人的薪水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你會不會 他加總 如果你這邊加 或者你這邊好像 我印象中這個沒有 沒有也沒關係 有沒有 這個有跟沒有 最後的結果都一樣 所以 以我的習慣 當然如果你 少一個條件 那就少一個 感覺你的公式會簡單許多 按確定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把前三名 給加進來 當然你也可以在旁邊練習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前三名的薪水 各是多少 那你可以 利用那個Large 統計 最大的 你可以把那個Large 統計裡面的那個Large 假設我要 知道第1 那個這裡面的那個最高的那個薪水是哪一個的話 我給我Large 然後範圍的話 就這個範圍 那你直接打個1就可以啦 有沒有 最高的薪水是 3萬8 OK 那第2高的話呢 當然 有沒有 你可以Ctrl C 這邊的話 Ctrl V 把這邊如果改成2的話 打勾 第2高的 第3高的話呢 Ctrl V 這邊改成什麼 3 有沒有 當然你也可以講啦 最後再把它用加總 加起來 其實也是這個啦 好 不過 應該前面的方法會比較聰明一點 後面方法 也已經 算是 用Large已經算很厲害了 有些同學 可能對Large 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還不太熟 好不過 你可以發現啦 這邊 123 我都用貼的有沒有 當然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直接我向下跌拖拉 從頭到尾 1234一直往下排序 這樣的話不就怎樣 有點像重新幫你排序的嗎 如果說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這個數字 假如你要用那個什麼 向下填滿會自動增加的話 這個時候 你可能要多學一個 函數 你會發現 這裡面有學過的函數 如果你懂這個函數 你的問題就變簡單了 哪一個函數呢 你可以用那個 叫列的函數 Raw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話 本來第2列會變第3列 變第4列 有沒有 那如果你這邊打一個Raw Raw 小瓜糊 不過Raw 它會 它會做什麼呢 就是會自動抓你現在儲存歌 在哪一列 它不會管哪一欄 它只會管你哪一列 那所以呢 抓回來的這個值 會是2 可是呢 我要的是1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什麼 把它減1 減1之後的話打勾 有沒有 一樣3萬8 那底下 因為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呢 就會抓到第3 3減掉1 就是2 4減掉1 變3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結果會一模一樣喔 如果你再向下填滿 OK你會發現喔 這個範圍 我看 範圍 又 還有 這個要鎖起來 因為向下填滿怎麼樣 這個 B 2 到10 這個請你按F4 那我是建議你鎖列就好了 因為我們向下填滿只會 那個影響到列 藍不用鎖 打勾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等於 假如說你要 重新再 讓它排序的話 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用LARGE 假設你要排序的結果 直接在這邊顯示的話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最小的 有沒有這邊後面 最後三名的話 那其實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公司 把LARGE怎麼樣 改成 small OK 其實就可以做出來 後三名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偷懶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這後三名的就是 貼上 這邊其實改成什麼 改成small就好了 這樣子 邏輯一樣 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 跟這應該是什麼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大於等於 剛剛是 小於等於 就是最小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個 small LARGE改small 按個打勾 結果就出來了 大家如果說 你希望 一樣 這個是LARGE 如果你要練習 small的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small small的話 從 大 剛剛是從大到小 如果你要從小到大的話 一樣 你就是把這個地方 最近使用過用 我們用那個 統計 他一樣在統計 統計裡面的那個small S開頭 範圍的話 這個範圍 第幾小 你可以用那個ROW 記得加後刮弧 他會抓到2 因為現在在第2列 你把它減1 減了1之後呢 就最小 最小這個 OK 然後呢 當然好這邊把它按F4 鎖起來 其實我建議按兩下 因為鎖列就好了 因為我只要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資料 就會重新排序 順序的話 就是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這兩個 工資加裝起來的話 就把這個公式 加後面的公式 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就是前後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檢測試一下 如果你一次性要全部做完的話 加上什麼 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來改了 或者是說 你可以再複製 這個公司 把這個公司來改好了 就把它重新改一下 記得這邊改成small 然後這邊的話 記得把方向改一下 小於 最後按打勾 這樣的話呢 就會是 最高 就是 薪水最高的 前三個 加上薪水最低的 後三個 OK 加總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其實我這邊有 做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那不過我是分成 第一個 找最高的三個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 記得喔 這邊大於等於 nd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來這個 sumrange 其實可以省略 沒關係 第二個是把它改small 再來就是 如果用latch 我要 把它重新排序的話 那我這邊又多了一個 函數 用raw 這個raw 非常好用 其實也是下個階段 我們是檢視與參照 它是參照函數 參照什麼 參照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其實很多地方 如果你要剛好向下填滿 自動幫你產生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用raw 因為raw 平常在 很多地方 都會派上用場 OK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大概就是分成四個階段 來完成 來完成 謝謝 好 謝謝